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姜粉泥 涂抹姜粉泥 这两周以来 父亲好得很快 可以自行翻身 一天比一天好转 他侧身的时候 有帮他按推背部原始点 父亲觉得舒服 晚上比较好睡 想请教 一 医院主妇要卧床三个月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可以再怎么操作 让父亲好得更快 我在案例里面找 发现关于骨折类的案例比较少 新加坡团队答复 一 修复期间 建议您父亲要好好休息 合作长时间的温敷 用红豆袋或者电热毯 来温敷换出于上下背部 踏出体伤位置 保持良好心态 若您附近的体力有所改善 可以鼓励他尽量做些简单的身体活动 内热源 可用15克干姜熬煮姜汤来饮用 由淡而浓的用量 浓度以患者感觉舒适为宜 二 请问涂抹姜粉泥 搓干姜粉泥 但是会发现身上皮肤会长出一粒粒的 是不是因为涂抹的方式不对 我父亲身上是这样 我在我自己小腿上涂抹 也发现这个情况 能否更加详细讲解 涂抹姜粉泥的注意事项 新加坡团队答复 二 皮肤敏感 一般来自体伤 或者是用了不符合标准的姜粉 若是基金会姜粉 也有同样问题出现 可改红外线灯 或红豆袋温敷 请参阅原汁点姜粉泥的运用 三 因为父亲不能站立 加上家在山区 离医院较远 不方便再移动到医院去检查 骨头恢复情况 担心移动会对骨头恢复不利 请问我们是否有其他的办法 可以判断骨头恢复的情况 以便可以判断是否提前好转 新加坡团队答复 三 骨骼组织受损 其修复时间 一般约三到六个月 若能下窗行走 不痛不痒 活动力和灵活度无碍 表示已经完全修复 好 好 好 第一个 我们来看患者 他当然有逃转 但提出了一些问题 我们看看 他提问的第一个问题 怎么回答 我们来看新加坡 他是说医院 医院要过三个月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再来我们看新加坡的回答 要好好休息 做长时间的温夫 温夫 温夫患处与上下背部 这些温夫 那按推上下背部 好像按推方面就没有提出来 是这样 我们来看他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 从一开头 再上去 我们来看这一个患者 再上去 他只是说出他的骨折 那他一般依我的经验 如果有到骨折 一定有痛跟肿 肿跟痛是最容易见的 那但是患者 这个提问 读者的提问 他一直以西医的问题来问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 那原始点是解决症状 而不是要去 说解决造出来的骨折的部分 这个是有一点 就是我常常讲的 一般民众都是问我 而不问阴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样的回答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经验 我觉得志工可以进一步 这样回答 来我们看第一个他的回答 下一页新加坡都回答 这里温敷 我认为温敷是 解决患住体伤 但是他住体伤的问题 你还是要按推 比如如果他 我也看过有几个骨折的 我们以前就有剥两个 一个年轻的 还有一个老的 那他们一般都蛮快就好了 那我们都有叫他按推 而且他们都有肿痛 有一些地方肿痛 所以一定要靠按推 按推原始痛点 它可以 第一个可以帮助解决疼痛 第二个 它可以帮助体伤修复加速 因为大开关一定要先按 那肿的部分 可以涂姜粉泥 如果周围 有痛点那再说 一般是先按大开关 然后周围先涂姜粉泥 这样来处理 所以肿炎的部分 我就我同意 但是这里少了一个按推 这个在临床上 不可能骨折没有疼痛的 几乎我好像没有看到 而且都会肿 所以这些症状 没有提示很难回答的 好像我们直接 他毒舌就已经限定在 我们骨头怎么恢复而已 那其他的症状就不再提 所以我希望读者方面 也要进一步提升 西医检查出来的 都是果 那这些果跟症状 果不生果是不相干的 那你到底你现在是要解决症状 还是解决你的骨头 还是两者 如果说两者都要解决 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解决 骨折的问题 他经过时间多久会修复 一句话就可以修复 我告诉你们 21天也不是 刚刚新加坡回答要3到6个月 这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书明明就写30天内啊 除非他已经腐难 肌肉腐难 那很严重的粉碎性骨折 那超过原始点 重阴解症 那才要打钢钉 那这样修复时间才会拉长 一般如果骨头没有刨掉 他只是还在原位 那确实是 已经有骨折的现象 那这个固定之后 他修复期一般懂得又热源给他的话 然后如果还有一些症的不适感 再帮他按推 前后一般是21天啦 那比我们所有的医学都还要快 西医可能都说两三个月啦 那所以他叫患者要卧床两三个月 就是这样来 因为他们没有治疗的 我认为几乎没什么治疗的方法 骨折有时候 如果不严重不需要开刀 有时候就用石膏把它固定 但固定了 你震的不适感不能解决 而且固定久了都僵硬了 肌肉都僵硬 对肺部时间都拉长 而且石膏也是很凉 也不是热的东西 好 我们再来看他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是认为应该补充 还要按推了 这里没有谈到 那好 涂姜粉 姜粉泥的问题会起疹子 我们看看下面 下一页 好 那新加坡的回答 其实一般涂姜粉 姜粉泥 会不会起疹子 理论上是不会 一般会起疹子就是湿 怕涂了然后包扎起来 里面有湿 就比较容易起疹子 我们常常说汗湿疹 你有些手则常常流汗 或腋下容易流汗 或是容易流汗的地方 那或是小孩子 尿湿湿的 那就会起尿布疹 类似这样 那姜粉本身是不会的 那如果担心 当然 那个 新加坡团队有提议 用眼红外线照射 也就尽量不要接触皮肤 让它通风透气 那这个时候 我认为用眼红外线照射 或电热器照射就可以 也不要用红豆袋 因为红豆袋 还是要接触到皮肤嘛 他竟然担心皮肤感染的问题 那我的建议就是 红豆袋甚至也可以不用 那如果担心 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擦姜汤嘛 姜汤然后电热器一边照 很快就干掉 那如果连姜汤 它也真的感觉很刺激 甚至敏感 那我们也可以不用 就直接用 眼红外线或电热器来照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他要判断骨头 所以患者几乎是被西医 完全洗脑的状态 所以他不再问症状 那中医是以症状 原始点是以症状 然后西医的都是以骨头 照出来的 然后以检查出来的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不对的啊 你有没有好 如果症状都好了 身体恢复完全以前过去的生活了 那你还管骨头有没有恢复 当然就恢复了 为什么还要去照 还要这样来判断呢 还要折腾呢 好 那他说还好他们 在山上好像离医院也比较远 那怎么来判断 就是症状好了就好了嘛 好 我们来看新加坡的回答 新加坡第一个回答骨骼受损 修复时间要三到六 这个跟我书写的实在差距太远了 就是七到三十天 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两个症状 都是在二十一天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回答可能志光还要加油 这样的回答不是蛮准确的 好 其他没有什么好补充 我看看下面好不好 其他我就补充到这里